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零言投顾 杨天迪 今天是12月26号 礼拜二 台股在今天是就这样走 开盘就往下打 其实这真的是 这历年以来 我们第一次看到的一个状况 为什么 因为外资休年假放年假去了 内资竟然出现了所谓的一个 这个相对来讲就是出走的一个状况 那为什么这样 应该是有一则讯息了 叫大陆有一个大陆昆山 那么有一纸限排令 就是限制排放 这个污水的一个排放 目前很多的台厂在那边有社长 那可能会受到这则这个限排令的一个影响 排放污水的一个影响 所以基本上就造成了恐慌一刹板 这个恐慌一刹板还有点莫名其妙 为什么 因为不见得每一家公司 每一家科技公司都在所谓的一个昆山去设厂 但是我们的PCB大部分 印刷电路板大部分会在那边设厂 比如说加联益就在那边设厂 所以目前看起来今天加联益就重挫 但问题的重心点是 不是加联益重挫这个概念 而是它产生了一个恐慌性现象 而造成了市场力的缩手 这个地方才是比较麻烦的 虽然现在说是可能暂缓实施了 那有的说只是限制50% 那还有50%可以去做生产 但不管如何 这则消息似乎在今天的大盘当中发酵 所以我们台股的部分 在今天出现了什么现象呢 一根长黑棒撒下来 而且带量相对带量 这个叫相对带量 一般来讲这个将近1000亿已经相对带量 那也就代表的短线的台股 本周本来以为的一些好的一些 这个内支股的一个控盘的一个结构 看起来已经被打乱掉 这步伐已经被打乱掉 所以我们做什么动作 我基本上就今天卖了蛮多的股票 那早上比如说4721的美希 那个沙盘都很快 当它沙破110的时候 基本上我就撤退 我大概卖了109 收盘是103 如果我不卖 它继续往下跌5个百点 我不卖不行 这个有时候很无奈 我还是看好电动车 但是如果说我不卖 别人会卖 所以我卖掉了美希 当它跌破110的时候 我卖掉了美希 不管我是停力停损 我就基本上110设定好 你跌破我就撤 4739的康普也是一样 跌破15我就撤 跌破15我就卖掉 所以我卖了14 康普的部分我卖了14 所以基本上 我为什么跟各位分享这个观念 就等于说 当我看到了台股的部分 我们应该这么说了 美希 有没有在昆山设厂 其实它的内销比较高 可是呢 一样受影响 所以这叫市场力的撤退 市场力撤退之后 因为我跟各位谈过市场力有两种 一种是大内高手 就是大资金的内支 它通常是主控一个族群 再往上走高 那另外一种叫做业内 大业内 那业内部分比较偏向在低价 那目前看到的是 低价股还有机会 然后呢 投薪任养 投薪做账 应该在年底都还有机会 但是呢 大资金的部分 看起来要放年价去了 等它元旦行情 元月效应回来的时候 那么元月份的一个行情 再看它要不要不要回来 所以目前看起来 我可能在未来的操作方向里面 会比较偏向在这个所谓低价股 但低价股的身上 会属于个别表现 它不会是一个族群 我先跟各位报告这个概念 我们先了解这个概念 好 我刚才谈到 我说 这一纸昆山的这个地方政府 这一纸的一个限排令 限制排放污水的一个命令 产生了很大的联想 因为基本上有270家的企业在那边设厂 但听说是暂缓实施 但不管是不是暂缓实施 将来也有可能实施 所以基本上还是会受影响 所以我们将来 对这一类股票不要再碰 就是如果有在昆山设厂的 大概会放在PCB 我必须跟各位报告 就是很多都是在印刷电路板的一个厂商 包括男子电 包括加联益 那么都有在那边设厂 那基本上可能影响还蛮大 另外一个部分 那我在选择的方向 会比较偏向所谓的业内盘 我就往业内盘的角度去走 走所谓的低价行情 低价股的一个轮动 所以我今天卖掉了美琪 卖掉了康普 我卖掉了3026的和申堂 我卖掉 我卖掉 然后获利下车 然后卖掉了华星科 2492的华星科 卖掉了6449的玉棒 为什么我把被动元件全部卖掉 我本来就认为被动元件涨 相对来讲已经涨完了 因为被动元件涨完了 所以基本上一旦出现任何问题 我第一时间就撤退 将来被动元件如果有跌升反弹 我也不会去碰 那现阶段大概以低价股为主 低价股为主 所以我基本上低价股为主 我就没有卖宏基 所以宏基我没有卖 那569的汉宇波 我觉得他还有所谓的投信作账 因为虽然外资占在卖方 但投信占在买方 所以年底之前 他还有所谓的投信作账题材 所以我想后面的 其实低价的效应 在今天盘面当中是呈现的 譬如说1815的富桥 今天是拉回到平板上 你就知道那个低价股 在最近可能会盘变的重心 我用另外一个 同一个族群的不同股票为例 我用半导体吸金元 早盘的半导体吸金元是很强 环球金往上冲 慢慢冲上去 但冲上去之后 环球金涨5%变跌2.9% 来回差了8个百分点 从涨了5%到跌2.9% 这是半导体吸金元 但半导体吸金元里面 还有人是红棒 还有人是红的 哪一支就这支6182的合金 有没有 合金就连盘下都没有 早盘充了6% 收盘还涨了2.4% 所以他并没有打不落盘下 那同样是半导体吸金元 这跟股价位阶也没有关系 他们都是比较相对高位阶 不是什么低的位阶的概念 而是跟绝对值有关 股价的绝对值 因为合金只有40几块 那环球金有400块 基本上它十分之一 所以相对来讲 从这个地方来看 你就会知道低价股可能 它的一个能够维系人气的部分 可能回到低价身上 所以我想后面的走势就是 我该谈到 我说原先我们认为 在本周的部分会由内资主控会来一波 但是今年是我看过最惨的一次 既然如此 那对于大资金大主力的股票 我们暂时就不要碰 暂时就不要碰 然后业内的股票 如果要做的话少量去做 然后保了一部分现金 这是我目前的一个规划 那等这个本周过后之后 然后圆越行情 圆越效应 我们再看看大资金月面 回来重新做布局 也就是说 我即使今天卖掉了康普 卖掉了美琪马 但是我对电动车的看好的方向 实在没有改变了 我没有改变了 只是说我不卖别人会卖 就变成我逼着 我必须在跌破110的时候去卖美琪马 所以将来的部分 美琪马跟康普 我一样会把它找机会接回来 但是可能要等到圆越效应 就是等到1月份的时候 到时候再看看 因为我认为电动车 应该是未来的趋势 这个完全不会改变 只是现阶段受到整个市场 恐慌卖压的一个影响 那我就让你去做成底的动作 然后等你回来之后 再重新接回来 这是我后面对于盘面 一个操作的一个策略 那现阶段的一个部分 你如果是我会员 我大概就会往低价股去走 去找一些市场 在目前为止当中 都能够发酵的低价 那低价股的部分 我有几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 你股价位线不要太高 就是你不要再涨太高了 那第二个部分 你现在的股价 跟你的净值 或比较低 就低净值比 就是股价在净值之下 那我认为OK 或在净值附近 然后另外一个叫低本益比 就是我希望你本益比 大概在10倍或10倍以下 那地方才是我们去选择的方向 那不管如何价值出发 它是目前选择的一个操作策略 成长的规划要放到元月份 再去做一个这个布局 那今天的动作大概是这样 那今天卖掉了蛮多的股票 和珅唐卖掉了 和华欣克卖掉了 美希马卖掉了 康普卖掉了 然后呢 那么保留一部分现金 我们等到远远行情之后 然后再来去做一些重新的规划 现在接受看 明天同时间再见 拜拜